电影里的李小龙到底有多能打 本期视频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 生活在香港的叶师傅因为李小龙的邀请 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决定前往美国旧金山 然而来到旧金山之后叶文群发现 这里的中国师傅好像都对李小龙有点意见 我们旧金山的唐人街向来有一个规矩 就是所有的武馆不教洋人武术 原来作为叶文的徒弟 李小龙不但教了洋人功夫 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介绍中国拳法的书 唐人街的师傅们觉得他的能够做法不合规矩 但是在叶文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最终双方只能闹得不翻而散 而在另一边作为叶文的徒弟 李小龙在美国所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怎么顺利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最流行的武术是空手道 李小龙想了他们的生意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小龙推广中国武术的方式 除了电影中的鸡鸡表演之外 还会到处踢馆 所以说三天两头就有人要跟他单挑 为什么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会出现日本人的空手道呢 因为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 他们没有经历过冷冰性时代 所以说从50年代开始不仅仅是日本 而是很多国家的国际术都出现了在美国 比如说法国的萨瓦特 希腊的帕卡辛 以及菲律宾的斯库利玛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武术都没有做大做强 而只有日本的空手道越做越好呢 因为空手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标准化流程 我们之前提到中国人根据自己使用武器的方式设计出来了各种各样武术 而为了让自己更好的使用武器 我们就要在武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武术套路 虽然说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套路是花架子 但是在那个科学不怎么发达 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 初学者基本上只能通过套路去循序渐进的了解一门武术 然而我们虽然发明了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可大部分人的管理模式还停留在上古时期 中国的师傅们都很喜欢把交权给搞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他们一般只是告诉你一个大概的练法或者套路 然后就让你自己去领悟 具体怎么练 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 根本就不管了 为什么要这样的 因为在你练功的时候 这些师傅们会通过某些很隐晦的方式 去考察这些弟子们的才能 品德还有物性 并且这种考察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很多年 而根据他的考察结果 师傅们又会把这些徒弟给分成三六九等 比如说入门弟子、记民弟子、关门弟子之类的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想学中国功夫 就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 特别麻烦 而在另一边 日本空手道不但接近了中国武术的标准套路 并且还使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首先他们使用了柔道中的段位体系 把空手道里面的套路和招式 给融入到了不同的段位里面 什么段位该学什么东西 全部都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什么叫做标准化的流程呢 网络游戏应该都玩过吧 练习空手道的人 就像玩网络游戏一样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升级 每升级系统就会告诉你 接下来应该去脸上地图 打什么怪 不管你的悟性怎么样 只要跟着这套系统去练 就都能得到很明显的提升 并且除了标准的训练方式之外 日本空手道还制定了标准的制服 标准的规定 以及标准的空手道文化 而这一系列的改变 也让空手道变得非常适合推广和普及 所以说空手道成功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的武术更能打 而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更先进 双方第一回合的对决 短短7秒钟的时间 对方就先后使用了前踢 后旋踢 横踢 高踢 侧踢 一共五种推法 并且最后还用一张出乎意料的横踢 变成侧踢 踢的理想容易讲 然而根据这个人的打法 也有产生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美国人都在练空手道吗 怎么从头到尾打了都跟跆拳道一样呢 确实 这种打法对于日本人来说有点不太传统 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却相当正宗 为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是通过武器去理解武术一样 在空手道活起来之前 美国人其实是通过英国的拳击比赛去了解格斗的 所以说在他们看来 所谓的格斗就是boxing 日本空手道是Japanese boxing 中国功夫就是Chinese boxing 那么既然大家都只知道拳击 在空手道出现之后呢 人们自然就会在拳击的基础之上去了解空手道 于是呢 Japanese boxing也就变成了可以用腿踢人的boxing 重点从拳头转移到了腿上 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的美式空手道出现了一大批腿法特别好的搏击高手 被对面踢了一脚之后 李小龙试探性的做了几次反击 结果呢就发现这个人的力气虽然很大 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不能流畅 很容易就被自己给截住了 而这种截住对方攻击的剧情 跟叶文一里面叶师傅打断三浦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之前提到空手道的雏形 琉球唐手 来自于我们中国福建的传统武术 武祖拳和白鹤拳 然而在日本吞变了琉球之后 他们不但把唐手的名字给改成了空手道 甚至还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 把唐手给改造成了一种 适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用来锻炼的健身操 那么相对于武术来说 这种改良之后的空手道 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看龙哥是怎么说的 该怎么理解他的这句话呢 我们还是用永春拳来举例子 永春拳的核心理念是近身短打 所以说永春拳的招式 都是围绕他的这个理念去专门创造出来的 比如说适合近身发力的日子冲拳 可以用来近身缠斗的赤手状态 而在另一边 因为美式空手道 没有一个完整的格斗理念 每一个招式都是独立存在的 相互之间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呢 打起来就会不怎么流畅 说的再通俗一点 永春拳呢 就好像是一个搭配合理的队伍 里面不但有主C 负C 还有辅助 而美式空手道呢 就好像你带了四个主C一样 虽然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好像很强 但四个人加在一起 就会显得很智商 所以说呢 就会显得起的散装武术 双方第三回合的对决 我们能够明显看到 永春拳的影子 但是呢 仔细观察之后 又会发现 李小龙的具体打法 跟永春拳又好像有点区别 怎么乱设计动作呢 结合1964年的历史背景 这种打法在当时应该叫做 正番国术 也就是结拳道的雏形 那么什么是正番国术 这种打法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 李小龙虽然很早就跟叶问 学了永春拳 但他后来其实还学过 螳螂拳 红拳 甚至是太极拳 所以说呢 除了日字充拳之外 他还知道很多其他拳法的发力方式 然而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发现了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那就是美国人的拳法 几乎做到了物理层面上的完美发力 不对啊 之前不是说 美国人学的都是散装武术吗 这两个问题其实并不冲突 美国人虽然不懂什么是武术 但他们却懂科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科学家 已经可以通过恐龙的化石 计算出来他们的奔跑速度 既然连恐龙都算得出来 找出一种最适合人体的发力方式 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而作为一名既学过传统武术 也接触过美式空手道的人 立小龙基于自己所看到的这些现象 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什么东西呢 我们接着放下来看 不知道袁和平是不是故意的 打散对方的拳架之后 电影特意安排李小龙来列套日字冲拳 结果呢 却因为伤害太低 被对方给直接摔到地上 而在第二次面对同样的情况 李小龙就没有选择永春拳的打法 而是先抡了几个摆拳过去 最后再用日字冲拳作为收尾 如果说之前的几个招式 我们还能稍微看到一些永春拳的影子 那后面的这几个大摆拳 就跟永春拳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这种把不同的发力方式 结合到永春拳里面的想法 就是李小龙当时的假设 所以说电影中的这些动作 非但不是瞎设计出来的 反而还特别符合历史 李小龙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暴打空手道 但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他既没有否认美式空手道 在物理层面的优点 也没有否认传统武术 在思想层面的优点 而是试图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是否可以把这些更科学的发力方式 给融入到一些具体的武术中去呢 学习不同流派武术 了解不同的格斗思想 又是否可以让自己的武术更加厉害呢 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 最完美的武学理念 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差异 设计出来各种各样的格斗风格呢 很遗憾 本期视频并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因为1964年的李小龙 还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 重新表达自己的过程 而是要表达自己的尤其事 一样不及间讨论自己的尤其事 而是要表达自己的尤其事 那原因是非常难以为 and you have to